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0.1秒 于是就在这0.1秒你决定走 但是您知道吗 很多事故其实就是这么发生的 就是因为这0.1秒 你确信自己是幸运的 你不相信你身上会发生危险 但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幸运 那是侥幸 今年我坐交警18年了 看见过很多的交通违法 闯红灯 酒驾 超载 逆行 往往都是在你迈出那一步的0.1秒 选择相信了所谓的幸运 2014年11月19日7点30分 在一条尚未开通的道路上 一辆超载的运刹车自南向北行驶着 途中它遇到了一辆自东向西行驶的小型面包车 当时两辆车相互躲避着 但是因为运刹车超带严重 它失控了 侧翻了 整整24吨黄沙掩埋了小面包车 面包车受损严重 面目全非 车顶压扁了 车门子都挤掉了 然而这辆面包车 是一辆幼儿园非法营运的校车 事故发生时 一辆只能坐8个人的小面包车 里面满满当当地挤了14个孩子 在这场事故中 11个孩子的生命夹然而止 剩下的三个孩子重伤 这是一个由无数个0.1秒汇聚成的悲剧 向车非法营运上路的0.1秒 货车司机决定超载的0.1秒 当他们决定走这条尚未开通的道路的0.1秒 这里面每一个人都很清楚地知道 自己正确地选择是什么 但是每一个人都在做决定的0.1秒耍了小机灵 这里面如果有一个人 哪怕只有一个人 在做决定的0.1秒 选择老实一点 选择老实一点 那么悲剧都不会发生 是一个无辜的孩子 都不会死 平常我们总说啊 出门要小心 不要把孩子自己留在家里 如果孩子必须自己在家 家长一定要关好门窗啊 这些都是老生常谈 但是总有人在做决定的那0.1秒 选择了相信侥幸 那个时候我在110上工作 当我们接到报警电话说 有个孩子从五楼上掉下来了 我们马上赶到现场 一个妈妈出门买早点 在临出门的那0.1秒 他回头看了一眼 五岁的儿子 但最后 他还是决定 把孩子一个人锁在屋里 那是我第一次 看见一个人 而且是一个五岁的孩子 躺在那儿 从耳朵里 鼻孔里 嘴里 都流出血来 那一幕 我至今记得清楚 是因为当时我看见他的时候 他的眼睛是睁着的 他看着我 等到120来了 等到医生判断 孩子已经没有活着的希望了 孩子的妈妈才提着早点回来 但当我问他 你住五楼吗 你有个男孩吗 他的脸 噔的一下就红了 嘴唇却越来越白 想张开嘴 又拼命地咽着口水 他自始至终 提着手里的早点 他都不知道扔掉 甚至不知道先把早点放下 就那么提着 愣在那儿 茫然地看着我们 嘴里反复地嘟囔着 对 他是住五楼 不对 他不相信是他的孩子 他后悔 他后悔这零点一秒 他后悔这零点一秒 因为这零点一秒 他把孩子一个人 锁在家里 因为这零点一秒 最后 最后让白发人 送黑发人 因为这零点一秒 他选择把孩子的命 交给了侥幸 因为这零点一秒 一个五岁的孩子 没了 走了 我们的一生中 有无数的零点一秒 我们可不可以 不要把自己 和别人的命运 交给侥幸 只要在那零点一秒 我们选择笨一点 去遵守那些 看上去再简单不过的 规则 那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就能够多一份 幸福和平安 如果在这零点一秒里 我们再用心一点 那么你 就是幸运的 因为你 从来都没有选择过 侥幸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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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